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2日 星期三 這支資料要跟大家說說國情 中共 20屆之後 大家也知道 會越來越封鎖 但是封鎖需要一些力量 例如軍警 例如維穩力量 政法委的位置當然是十分之重要 這次 政法委書記竟然不是黃小洪 一般預料 在去年來說 到了今年 很多人都認為 習近平的嫡系黃小洪就會掌管 政法委書記 當然 中紀委全部都是自己人 政法委這個 又是甚麼人呢 他就是 現在的安全部長 陳文青 即是特務頭子 他會正式接任中央政法委書記 以往公安部和國安部兩個部門是不同的 以往政法委書記通常都是由公安部 升上去 現在 竟然由國安 升上來 意味著甚麼呢 即是說 習近平經常是強調的國家安全 即是 未來更加是一個特務國家 就像明朝的錦衣衛一樣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可怕的訊息 我們另外會做一節 傳演 習近平會兼任國務院總理 令到股市反彈 我們另外會開一節特輯來講這個問題 這節主要是講國安力量 特務治國 即是說中國 會重返 錦衣衛年代 當然 血的子是未出現的 因為錦衣衛沒有血的子 血的子 是要血到後期 清朝的時候 人們想像出來的一個武器 這些就是題外話 好了 20屆一中全會選出新一屆的政治局承認之後 當然很多人會關心 中央政法 委書記的一職 因為這個叫刀把子 所有的公檢法 全部由他控制 但是他竟然不是由一個公安局長 公安部長 負責 那麼久以來都沒有試過 由一個特務頭子 去晉升 以往中共其實對於特務頭子 也很有戒心 例如 潘漢年 這個 是一個 中共 日軍 汪毅政權交往的一個重要人物 最終他做了上海副市長 之後就被迫害致死 那麼當然另一個特務頭子叫周恩來 但是由於他的位置更好重要 他除了是特務頭子之外 他還是 這個紅軍的其中一個負責人 當然後來被老毛奪去了兵權之後 他就做回 輔助老毛的角色 那麼他因為 及早選邊 站對邊 所以老毛 就無辱他 他可以說是一個 唯一一個有好下場的特務頭子 是不是很早死的 你看到那些特務頭子 通常都不是很有 不是 很有好報 通常都是下場很悲慘的 這節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這次 對於陳文青 這個 特務頭子進升為 政治局委員 而且 中央政法委書記 而 習近平的敵是黃小紅 竟然被習近平 用元即棄 這個也是反映到那種帝王術 習近平要稱帝了 稱帝之前 一定要掃清一個很重要的障礙 就是自己人 和身邊太親近的人 這個 其實 是每一個皇帝都是很怕的 我們可以跟大家說說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 是說雍正 雍正奪位之前 還用了一位謀士 當然有很多角色 他那個姓氏 有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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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基本上就是幫雍正出謀 獻賊 想很多辦法的人 最終 他要 做皇帝 做了皇帝 就要開始對付這些人 現在習近平做了皇帝 當然還未正式登記 但是所有大權 集於一身 他一定要對 身邊他最信任的人 最親近的人 是有所防法 因為這些人 往往 跟他太親近 如果這些人 一旦有甚麼閃失 他 就會永不翻身 永不翻身 過止習近平 所以他不會被這些情況出現 一定 會將這些 疏遠 而這個政法委書記那麼重的權力 他竟然委任一個 特務頭子 以前的安全部長去做 當然 如果安全部長不是習近平的人 他怎麼會委任他做安全部長呢 因為陳文青也是他提拔上來的 所以這一節真的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效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經濟一般都不要緊的 可以用這個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點擊廣告 分享我們的節目給別人 以及多點在節目 下面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這次 把這個刀把子 的任命 找到了一個 公安部的以外的人 因為 其實公安部 習近平一直以來都整頓不了的公安部 原因就是黃小紅 即使空降了也好 很多人他控制不了 所以要靠習近平幫他拔刀 幫他在旁邊所有的刺 幫他拔刀 尤其是大家知道 公安部有很多副部長 其實 這幾年來 公安部拘捕了七個副部長 由孟宏偉 國際刑警主席 到孫力軍 還有一系列的人 地區不同的地方 鄧恢林 廣道安等等 公安部基本上就是一個反黨集團 所以 現在的習近平 他覺得 更加要 將這個 維護 安全的層次再提高一級 不是公安層次 是國安層次 所以 所以 他要將這個那麼重要的 政法委書記 即是刀把子 交給 特務頭子陳文青 因為 大家也知道 以往 這個 報告 例如十九大 十八大 十七大 對於安全這兩個字 其實就著脈沒有那麼多 今屆的安全 多到不得了 接近八九十次 整篇文章是說安全的 意思是甚麼呢 即是說他的 環境他覺得他要更加安全 他嫌不現在不夠安全 而且 以往 是他很依賴的公安部 原來裏面潛伏了那麼多敵人 那麼多反黨集團 個個都要暗殺習近平 個個都是政變分子 所以公安部 令到他覺得 黃小紅的能力 其實是一般 他 沒有辦法控制整個公安部 甚至乎 公安部在他的眼皮底下 竟然有那麼多 當然你可以說 怪咬 是不是國聲坤問題呀 問題 你是控制實際控制公安部嘛 現在 你的能力 沒有辦法 不是很antitled去做政法委書記 因為這個是更加上一層樓的 當然 政法委書記以往就必然是這個政治局常委 但是由於周永空 因為當時是政法委書記之外 還有中紀委 那麼 周永康的權力過大 他要把政法委這個降歸 降到政治局委員級數 不可以再做政治局常委 反而 這個安全部排得太高 令到他更加不安全 皇帝 要考慮的事情 其實比一般人多 因為他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不是外敵 而是跟他出生入死 跟他 共同進退 在他背後的一班人 這班人 的安全 成為了他 最 關鍵 的隱憂 你想想 如果在後面有人向他開槍 他是必死無疑 所以他一定要確保 後面沒有人再開槍 所以連黃小紅 首先 他是不是把黃小紅棄之不鼓呢 當然是未至於棄之不鼓 不過對於他的 能力 肯定是覺得這個人 不是很有能力 你有忠誠 對於他的忠誠 我相信 都未去到不信任的階段 不過 肯定很懷疑 他的個人能力 說說陳文青 最新的特務頭子 他是四川人仇人 西林政法學院 法律系 專業 畢業 做了民警的派出所 曾經 區公安分局副局長 四川省洛山市公安局長 四川省國家安全廳廳廳長 也是公安出身 但是做安全廳 國安部 其實他就是 更加進一級 2002年 做過四川省人民檢察院院長 共檢法合一 又做公安 又做安全廳 又做檢察院的檢察長 法官又做警司 又做法官 大陸才有 全世界都沒有 2006年 陳文青離開四川 調去 福建省 政法委工作 也是做過地方的 11年5月升福建省委的副書記 11月升為部長級的中紀委副書記 15年4月就做中國國家安全部的黨委書記 16年就升任安全部部長 即是說他在習近平任內 是升任的 這個也是習近平信得港的人 如果信不過的話 不會放他在安全部的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是極為重要 看到現在這個 習近平對於安全兩個字 他是很重要的 當然 在獨裁者心目中 他其實 覺得每天都會政變 每天都會被人暗殺 所以安全部長 肩負起很重要的責任 這次他 升任 這個 政治局委員 以及 現在的政法委書記 接下來就利用他去對付所有異己 不聽話的人 以及 一些 無規無矩的習家軍 當然 究竟會不會有這些呢 我們也不知道 不過肯定 整個中國的政治氣氛就會很縮煞 會 很 恐怖 這是一個特務治國的時代 甚至乎 已經退回去 明朝 錦衣衛年代 有東廠 西廠 內廠 這次時間 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生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就是有Discount